接下來 來自花蓮 花蓮公主 對 花蓮的代表 我跟你講 我的焦慮就是 花蓮好山好水 沒什麼 但是誰叫我要來台北呢 而且又生了一個兒子 對 而且又上了這個節目 說過一個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你知道就是 我也常常提醒你們 我就是不老爸爸 我也真的是很努力 在keep住這個招牌 可是不料 隨著年紀漸長 然後生了孩子之後 你知道我還是很努力的 在讓自己變美 讓自己不要老 讓自己身材維持得很好 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 就不是你做了就算的 就是你知道 我就是有一次 帶小孩去飯店游泳 那游泳我們都會買最 就是最辣的泳衣 就是要帶小孩 去親子飯店的時候穿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群男生 他們就是在一個 就是在那個泳池旁邊的那個 桌子 然後就喝酒這樣子 然後我就走過去 牽著我小孩 然後我就聽到 有的聲音說 那不是不老娃娃嗎 突然聽到 我就嗯 然後我就屁股又翹得很高 然後牽著我小孩 就故意撅得很翹這樣 哇 就是經過 結果我就聽到 下一秒的聲音是 不老娃娃 老娃娃吧 就一個男生的聲音說 老娃娃 我真的就被刺了 好傷心 這太傷人了 而且是被男生講 而且你知道那一 那一桌的男生女生 都那種辣妹 然後小鮮肉 就跟小布老師一樣 就很帥 竟然被這種人 我也不是小鮮肉 對 我竟然被這種人講 你知道我有多難過 從此之後我就真的開始覺得 算了算了 我求助專業的衣服 於是我就直接 花大錢 去打了電音雙波 漂亮 電音拍有這種 打完之後頭會一直搖 打到什麼了啦 你怎麼出來 不是 電音雙波 就是現在市場上價錢最高的 鳳凰電波 以及你們剛才我這邊寫這樣 聽都沒聽過 這什麼 波旋的音波 第一次聽到 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打電音雙波 因為你看有一棵樹 你要這棵樹長得好 你首先土壤以上的 你要把它叼好 叼到它對的位置 它升起來 那個樹的長得才會漂亮 才會賣到好價錢 所以這就上面的 這個叼到對的位置 就是鳳凰電波 它就可以幫你拉提 幫你已經垮下來 然後塑到一個對的位置去 就是原本你眼尾不是在這邊 你是要上提的 你的嘴角不就在這邊 你是要上提 幫你做一個 但是那個土壤以下 你要有營養 你要讓它很穩固 扎根 所以你就要用音波 這個渦旋音波 它就是韓國的音波 它就比較不痛 電波要配上音波兩台 一起 同時的 電音 我其實是有間隔 因為真的 因為你知道打雙眠就好啦 沒有雙眠 我沒有雙眠 因為好貴 還要再加八千塊 鳳凰是真的是 痛到你會從床上跳起來 沒錯 真的是 那個鳳凰真的是痛到 那個沒書沒會 會往生 會見祖先 而且真的是忍不住的 你知道它那個 可是比三小孩痛嗎 它比三小孩還痛 因為它整 等於是有一個熱能 很熱很熱的感覺是 有點像是古裝戲有沒有 拿那個燒很熱的天 繞你 對 繞你 繞你的臉 然後繞到 就是會被燒起來的感覺 最痛的地方 尤其是這裡 沒錯 這裡 往生 請問馬上打馬上就很漂亮 沒有 我給大家看一下 幾天 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月 挺致化 這個是我那一天去打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眼尾 嘴角 其實都滿垮的 一點點 就是 拉上來了 而且你知道我其實最大的重點 是 我的雙下巴掉下來了 你們現在看我的雙下巴 它就上去了 它就沒有再一塊掉下來了 就是這邊的皮 一整塊皮都鬆了 有 它法力紋也有變淺一點點 我說覺得 這麼痛 要可以撐多久 對 一年 一年到一年半 其實你知道 我是聽她講說 就是看你的能量 你如果可以忍受能量高一點的話 可能keep會比較扭軟 緊繃是多高 緊繃 高起來 高到一千瓦嗎 五霸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太痛了 而且我太後悔 我沒有加價書眠 就麻醉 因為我只能達到贏 有什麼樣的價格